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 上昨天就是周四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澳洲方面呢 非常不幸的是呢 澳洲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里面呢 出现了三天的下跌 周一周二周三又勉强的上涨 但是在昨天依然是另外一个下跌 虽然呢每次的跌幅都不大 但是澳洲指数呢 在过去三天累计也是下跌 大约是0.7%左右 目前依然是维持在5800点上下 始终并没有创出新高 那中国方面呢 昨天上证指数在过去走了一个三连扬之后 昨天也是出现了第一次的回调 上证指数最终是下跌 大约是在0.4%左右 收盘呢是收在3250点附近 那欧美股市昨天变化并不大 英法德三个国家呢 整体上来说走势均是在这个大约是下跌 0.3%左右 而美国股市呢则继续在创新高 我们都不知道它已经创多少新高了 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呢 分别上涨 但是纳斯达克则有大约是0.4%左右的回调 那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在昨天美股继续上扬的背景之下 再一次终于是冲上了过去啊 这个1245这个冲了两次没有冲上的高点 而且呢目前的最新价格已经达到了1250附近啊 在其他方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货币方面 美元昨天也有不同程度的回调 而石油价格呢 则有大约是1.6%左右的上涨 那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就是这个现在澳元上涨的背后 以及呢目前坚强的黄金 有很多听众朋友呢 由于我们现在澳洲是生活在澳洲 所以呢他们疑问呢 就是这个澳元啊 目前的走势为什么这么强 不是说美国要加息吗 怎么要加息了 还是没有太大的动静呢 那对于这样的疑问的话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知道我之前重复过多次 关于澳元上涨或下跌 影响它的因素 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关键要来说一下的是呢 现在我们知道铁矿石价格 已经达到了过去几年以来的最高价 自从2014年下跌以来 目前是恢复到了大约是80美元以上 那么澳元的上涨和下跌 与铁矿石的走势是沉着密切 而且是直接的联系 换句话说 如果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澳元也将会因此而上涨 而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澳元是和美元在对比 因此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 关于美元的走势 则要考虑到呢 是美联储加息的速度 和他们加息的次数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大家可能要问 那是不是说如果铁矿石还在上涨之下 澳元还会上涨呢 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如果美元第一次加息 我们假设是在四月份 那么从现在二月底到四月中 大约是一个半月时间之内 如果铁矿石价格依然上涨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是 澳元还将有所突破 那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呢 澳元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前期两次去过现在的0.7730 如果它能未来突破0.7730的话呢 想必还会有更大的空间 那么第二方面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 我们都知道黄金黄金啊 叫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它有它的避险功能 因此在市场不好 或者是股市下跌的时候啊 这个黄金走势都比较好 但是我们看到呢 在目前美国股市已经连涨十天 十个工作日的情况之下 黄金它是不但没有下跌 在昨天晚上是再一次创新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知道呢 这个黄金啊 它是啊 虽然呢 它是有这个避险因素在里面 但其实呢 它可以说是另一种货币的形式 那是一种什么货币呢 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叫做避险货币 那为什么如今在美国股市 以及世界股市如此强劲的技术之上 黄金依然没有下跌 昨天晚上还有上涨呢 其原因就是投资者呢 他心里发虚 那发的是什么虚呢 发的就是对于未来 没有不确定的这个心虚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美元呢 不是说错 是美国的股市啊 已经是历史的新高 而且是连续十天历史新高 大家都知道 一旦它出现回调 将会有明显的下跌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下跌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说黄金就成为了 大家心里面的另一个备胎 那我们从后面这张图上能够能够看出啊 这个呢就是黄金的走势图 黄金从之前美国大选 曾经特朗普当选之前的高点呢 一路下跌啊 到现在为止呢 在这个价格大约是在1245左右 但是在昨天晚上呢 是正式的突破了1245 那也就是说黄金价格 如果在未来的24到48小时之内啊 只要它能够保持在目前1245之上啊 或者说它有过小小的回调之后呢 再一次反弹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两种情况 任何一种情况 黄金都会有继续的上扬空间啊 再加上呢我们知道呢 在今年开始啊 这个法国和德国 作为欧元区最大两个成员国 将会开始新一轮的总统竞选 如果说他们的竞选结果出来是 反对欧元的当选人成功的当选的话 那么对于欧元来说 对于欧洲整个经济 以及对于黄金来说 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我想呢 这也是现在黄金价格迟迟没有下跌 还进行有效突破的另一大原因 那么今天 最后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在晚上啊 十二点半的时候 由加拿大数据 是他们的通胀数据 届时呢 会对家园产生较大的影响 那感谢您今天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